日圆九会专营合同自从7月22日戒满之后 除了500多只隔离犬的命运没有定案之外 百多位员工也都前路茫茫 奥博由7月23日起一年五日 为9场员工举行职业配队 无论我本人也好 公司本身也好 其实是很希望用最大的努力 去为员工安排最好的安排 李志文就说已经即时安排300个职位 还有上普京项目8000多份工可以给员工选择 而7月8月的人工会照常自动转账 至于解雇赔偿金 全职员工会在8月31日之后 9个工作天之内发放 兼职就会在8月15日之后9个工作天发放 两个安排都没办法了 官智两个口 难道我不听他说吗 我做了30年都是1万元过去 真是说真没人信 回去等消息多数都是这样 你做主管这么轻 他有选择请年轻人 会请你快退休的 立法会议员李静怡 就这件事建议日元召开全体员工会议 避免有些员工错过今天的就业介绍 而错失找工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ova